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播拉雄 孙中山先生曾经说过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这里所指的世界潮流是民主主义 昨天在知乎看到一个回答 说俄罗斯都已经打进基辅了 但没能拿下,那时候就已经输了 之后都是垃圾时间,战争打了两年多了 俄罗斯全球军力第二的形象也彻底破灭了 欧洲也逐渐的回过味儿来 发现俄罗斯不过二 爆煤气罐,五常家谁没有煤气罐 唬谁呢,就问俄罗斯的煤气罐往哪扔呢 今天又有很多好消息跟大家分享 一,法德领导人,乌克兰应被允许袭击俄境内发射导弹基地 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舒尔茨说 乌克兰应被允许袭击俄罗斯境内向乌克兰发射导弹的军事基地 但不能袭击其他俄罗斯目标 路透社报道,马克龙5月28日 在德国,梅泽贝格公与舒尔茨一起出席联合新闻发布会时说 我们支持乌克兰,我们不希望局势升级 这一点没有改变,马克龙说 我们认为我们应该允许乌克兰伏击发射导弹的军事基地 摧毁袭击乌克兰的军事基地 但我们不应该允许他们袭击俄罗斯的其他目标 还有俄罗斯的民用或其他的军事基地 舒尔茨对马克龙的观点表示赞同 他说只要乌克兰遵守包括美国在内的武器供应国提出的条件和国际法 他应该被允许使用时自卫权 舒尔茨说乌克兰只要依照国际法行事 他可以采取任何的行动 这一点必须是明确的 他说有些人便称乌克兰不应被允许保卫自己 并为此采取适当的措施 我对此感到非常的不解 据法国国防部网站报道 法国向乌克兰提供了数量不详的斯卡普 巡航导弹 根据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导弹威胁项目 斯卡普导弹的射程可达155公里 并携带400公斤的高爆穿透弹头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 此前接受经济学人访问时说 北约成员国应该允许乌克兰使用西方武器 袭击俄罗斯境内 这一观点得到了北约部分欧洲成员国的支持 但美国并不支持 拜登给了乌克兰很多支持 但力度还不够 节奏还是太稳了些 一 不允许乌克兰用援助武器攻击俄罗斯本土 二 不在乌克兰领空击录俄罗斯导弹 三 一再声称不派美军作战 担心激怒俄罗斯打核大战 打世界大战 搞得现在法德都跑到美国前面去了 其实怕什么呢 这方面他要学学毛主席 当年我们敢跟差点用核武轰我们的苏修硬杠 这某岛之战一点不太怕 东风吹战鼓雷 如今这社会究竟谁怕谁 二 比利时和乌克兰前安全协议 将交付30架F数有型战斗机 到比利时访问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与比利时政府达成了双边安全协议 比利时承诺到2028年交付30架F数有型战斗机 给乌克兰 这是乌克兰与西方盟友 达成了又一项的安全合作协议 协议由泽连斯基和比利时首相德克罗 5月28日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签字 为两国双边安全和长期支持协议的一部分 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写道 协议首次明确了比利时 到2028年向乌克兰交付的F数战斗机的确切数量30架 法新社报道 泽连斯基说第一架飞机将在今年抵达 不过早些时候 比利时外交部长拉赫比普 则较为谨慎的说 我们希望在今年年底开始交付 泽连斯基说双边安全协议 包括比利时今年向乌克兰提供至少9.77亿欧元的军事援助 此外还承诺在未来10年提供支持 泽连斯基27日晚间从西班牙飞往比利时 在欧洲多国访问 在乌克兰合并大会下个月与瑞士举行前 争取他们对乌克兰支持 他除了同德克罗会谈和举行联合记者会坏 还参访问于比利时首都东北的军事基地 会见协助训练乌克兰F数飞行员的教育馆 泽连斯基访西班牙时 与西班牙首相桑基斯在马德里签署了双边安全协议 西班牙承诺提供10亿欧元军事援助 泽连斯基结束比利时行程后 将前往葡萄牙 比利时还不错 就是要到28年才交付F16有点慢了 届时战争可能都结束了吧 三波兰外长 不应排除派兵到乌克兰可能 波兰外长西克尔斯基说 波兰不应排除派兵到乌克兰的可能 但没有具体说明 波兰军队可能发挥什么作用 虽然乌克兰的北约盟国誓言 向乌国提供资金和武器 协助他对抗来自俄罗斯入侵 但他们一般都表明不会派兵到乌克兰 而在一次访问中 西克尔斯基被问及波兰是否准备好 派遣军队到乌克兰市 他回复说 我们不应该排除这个可能 我们应该让俄罗斯总统普京猜测我们的意图 来自波兰 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媒体 分别在5月28日刊登了上述的访问 西克尔斯基此前也曾说 北约在乌克兰驻军并非不可想象 今年2月 法国总统马克龙曾声称 不排除向乌克兰派遣西方军队 并建议西方军队可以在乌克兰训练乌克兰人等方面提供援助 乌克兰最高指挥官27日说 他已签署了允许法国军事教官热后访问乌克兰训练中心的文件 波兰和乌克兰是真的唇亡齿寒 一旦俄罗斯侵略乌克兰成功 他将会把乌克兰的所有资源转化为战争资源 届时波兰难免受其侵略 所以不如果断行动 预低于国门之外 4.欧美情报 俄罗斯在欧洲秘密展开破坏行动 美国与欧盟国的情报官员认为 欧洲近期发生了一系列破坏行动 可能是俄罗斯为破坏欧美 对乌克兰战争的支持所展开的 欧美已就此进行了追踪调查 纽约时报5月26日报道 这些秘密展开的破坏行动 大多是纵火或纵火未遂 且袭击目标范围广泛 包括英国一个仓库 波兰一家油漆厂 拉脱文亚的住宅 以及立陶宛的一家商店 此外疑似俄罗斯特工的嫌犯 也因策划袭击美国军事基地而被捕 报道指出 虽然这些行为看起来似乎是随机的 许多目标也同战争没有直接关联 但欧美安全官员相信 这一系列破坏行动 由俄罗斯军事情报局密谋策划 旨在散布恐惧 迫使欧洲国家加强整个武器供应链的安全 从而增加成本 并减缓对乌克兰的武器转让速度 北约和欧洲领导人近日 纷纷对欧洲面临的日益严重威胁发出警告 埃沙尼亚总理卡拉斯上周指出 俄罗斯对欧洲发起了影子战争 波兰总理托斯克说 逮捕了12名涉嫌 为俄罗斯情报部门实施殴打和纵火的破坏分子 挪威首相斯特勒说 俄罗斯构成真实且严重的威胁 并指国内的能源生产商和军工厂 面临被袭击的风险 欧美安全官员指出 最近发生的一系列的破坏活动 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即利用当地人干 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让袭击更难以被发现 并让这些袭击看起来 像是国内反对支持乌克兰的结果 由于对这一系列破坏活动的担忧日益加剧 北约各国大使定下个月 与美国国家情报总监海恩斯举行会谈 海恩斯除了针对俄乌战争进行情报简报 还将与北约大使讨论莫斯科 在欧洲的秘密破坏活动 华盛顿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高级研究员泰勒分析指出 俄罗斯的破坏行动旨在削弱欧洲的决心 虽然成效仍有待观察 但欧美须团结一致应对俄罗斯的分裂与征服策划 泰勒说 尽管俄罗斯似乎无意将俄乌战争扩大到北约领土上 但却力图破坏北约的影响力 以及欧洲联盟对乌克兰的支持 他们想把战争带到欧洲 但不想与北约开战 这是他们进行这些常规攻击之外的破坏行动的目的 五 普京警告北约 允许乌克兰习俄境内或引发全球冲突 俄罗斯总统普京警告西方 并点名欧洲北约成员国提议 允许乌克兰使用西方武器 袭击俄罗斯境内 这是在玩火 可能引发全球冲突 路透社报道 普京5月28日在乌兹别克斯坦城市 塔什甘向媒体讲话时说 让局势持续升级可能导致严重的后果 普京问道 如果这些严重的后果是发生在欧洲 考虑到我们在战略武器领域的军事 美国会怎么做呢 他说 很难说 难道他们想要一场全球冲突 在普京发表讲话后 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舒尔茨表明 乌克兰应被允许袭击俄罗斯境内 向乌克兰发射导弹的军事基地 但不能袭击其他的俄罗斯目标 打个乌克兰都打成这样了 普京哪来的军事力量搞全球冲突啊 莫非他要学慈禧太后向十一国宣战 6.关于战事方面的消息 据乌克兰紧急服务部门和当地州长称 俄罗斯导弹袭击了乌克兰南部尼古拉耶夫地区的斯尼胡里夫卡镇 并造成三人死亡六人受伤 哈尔科夫地区检察官办公室表示 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的一家糖果工厂 遭到俄罗斯制导炸弹的袭击 造成至少一名妇女死亡 十一人受伤 乌克兰总统泽林斯基表示 俄罗斯军队啊 本月向乌克兰发射了约三千两百枚制导炸弹 而乌克兰方面没有足够的防空导弹 来阻止如此大规模的袭击 俄罗斯国防部表示 其部队占领了两个村庄 乌克兰东北部哈尔科夫地区的伊万尼夫卡 和顿涅茨克东部的内泰洛夫 乌克兰方面尚未对这些说法啊 发表任何的评论 据俄罗斯任命的官员称 乌克兰对其东部被俄罗斯占领的卢干斯克史 发动了两次袭击 并引发了火灾啊 乌克兰没有对这两起事件呢 发表官方评论 乌克兰新闻媒体称 第二次袭击的目标是一个机场 白俄罗斯国防部表示 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将于5月27日 至31日期间呢 举行空军和防空部队的联合演练 其政治与外交方面的消息 泽连斯基排除了俄罗斯 参加下个月在瑞士举行的 和平峰会的可能性 我们不会在那里啊 看到俄罗斯的存在 因为俄罗斯会阻止一切 这是很明显的事情啊 他还补充称俄罗斯 不会从和平中受益 他想要摧毁乌克兰 并继续前进 欧盟对媒体机构欧洲之声 其资助者 维克托 梅德维丘克及其秘密负责人 阿尔乔姆 马尔切夫斯基 实施了制裁 从而扩大了捷克共和国 对其实施的处罚 该国称这个总部啊 位于巴拉格的平台 是一项俄罗斯影响力行动啊 旨在破坏乌韩领土完整 主权与自由 梅德维丘克 是亲克里姆林公的寡头 和前乌克兰议员 他于2022年被送去俄罗斯 以换取乌克兰战俘 并被剥夺了乌克兰公民身份 德国一家法院在认定 托马斯H 驻扎在科布伦茨 军事采购办公室的前陆军上尉 美俄罗斯从事间谍活动之后啊 对其判处三年半的监禁 法国发现 这名54岁的男子 曾在去年5月向俄罗斯 驻波恩领事馆 移交了内部文件 并表示愿意在未来 向其提供更多的材料 好了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吧 如果您认可大雄节目啊 不妨给大雄一些打赏 为正义发声 感谢一路由你